詞・編曲 李宗盛 、徐茹 、朗尼 編曲 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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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許來參與演出的這麼多演員們 你們呢當靠寄那名字都寄到我亂了 因為不同六個單人 那麼我在這部戲裡是有一個很知情的一個男人 為了尋找他的未侶失蹤了 就是在婚礼彩排那天 他突然間失蹤了 他為了找他的未婚妻 就是什麼方法都失禁了 甚至他的事業他也失掉了 不干了 因為他是一個警察 就自己看了一間偵探生 專門尋找失蹤案件的那些迷離的事情 那麼早啊早啊終於找了三年了 一直告訴他自己不妥協不投降 一定有希望能夠找到他老婆 那麼終於呢被他找到了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是我還要靠一位我的助理 就是侯學所辦理的沙漠 那麼要通過他的眼睛呢 去看人家的逆行世界到底是怎樣的 嗯 侯學來說一下 你的眼睛真的不得了 你現在看得到我的心情嗎 我現在看不到 看得到 大家看得到 能不能知道 你的眼睛要變成他的眼睛這樣嗎 我也是 三分鐘 他就看得到的時候 你自己指示 我現在都可以放心 因為今天看不到 我今天沒有 對 那心裡面我叫楊芷晴 那他有一個很特別的一雙眼睛 就是能夠看透人家的內心世界 也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世界 就可能就是說 我們進了一個不一樣的空間 就看到一個是荒廢的 或是就是真實的一個情況 我都看得到 那我就是 無意中 不是無意中 不是無意中 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有這個特 就是 背功能 對 所以那時候就嚇了一跳 然後還進了 就是精神秘院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就是每個人都變成一個 很怪的一個 是 看得出來 對 就變成怪怪的人 然後都 對 我就以為我真的是瘋了 可是之後就康復了 因為有一個醫生 一直在幫助我 那他就幫我配了一副眼鏡 那這副眼鏡 就可以幫我控制這個 這個特意風 可是我一脫下眼鏡 每個人都要換造型 哈哈 哇 對 你千萬不要把眼鏡給掉 對對對 你千萬不要把眼鏡給掉 對 而且你千萬不要把眼鏡給掉 你千萬不要把眼鏡給掉 好可怕 哈哈 然後 我就 碰到了 姜瑋 然後覺得 哇 他真是一個英雄來的 然後我很想做他的助理 所以 然後他終於說 OKOK 你就幫我吧 所以我們兩個都就是 就是 跟了很多不同的案件 然後想要破案 然後他就是借用了我這個能力 來看看 試試是什麼樣的 哇 說到這個 剛剛你說到醫生嘛 哇 醫生你來說一下 是怎麼樣把他的眼鏡給治好 然後說一下剛才那個造型 那個很肉的造型 其實也沒有什麼幫他 是他幫他自己的 只是幫他帶了一副心理眼鏡 在這裡面我是演 娶文斌 文斌呢 是在一個 她是一個心理醫生 她在一個心理衛生中間 認識了 子晴 那文斌呢 跟 家伟也是 唯一兩個人 相信 子晴能看到別人的黑心世界 本來 原本 文斌是 跟子晴交往是 因為他希望他 子晴能夠幫他治好他的姐姐 但是他慢慢就開始喜歡了子晴 哦 就是他們兩個的 基本上是三小戀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是我看到他剛才那邊 彈子晃給你聽 一個朋友 對 但是我想 想問一下 你看做這個造型 感覺是這樣 爽不爽 很適合你 我覺得適合他嗎 適合對不對 那常常 那些有看到我的DUDE嗎 我只看到你的那個 愛的 寶寶 那個比較搶眼一點 好的 現在來訪問一下 我們的 夏宇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次 哇 我覺得很高興 有機會拍Hairport的 那效果真的讓我 哇 大開眼界 很多年就有拍 就是這樣的 劇種 開始讀的時候呢 有一種重新再來 因為 現在都是拍家庭劇 和的生活劇 那看這劇本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 是蠻 就習慣 因為最近以前演過 迷你集啊這些 那真的試得太多人了 那這次再拿來看的話呢 不像平時看 一般劇本的 用心讀 因為裡面有很多 不同空間 一度空間 然後回 Freshback以前的 又回來 要用很多心來演 那戲裡面呢 Ocean在演我的女兒 她太厲害了 特異功能 她一把眼睛出現 我就要扮小丑 我扮很多次小丑 我扮很多次小丑 因為她的造型 最麻煩 真慘耶 還要出來已經扮小丑 不簡單 我了解錯了解 我上班可以扮女人耶 在大街上這樣 走穿絲襪穿高跟鞋 還好 我們眼皮也厚了啦 後來穿著小丑裝 也到處去接廁所 也不管了 是 那這個戲裡面呢 就讓我想起 我們看Scoopy 不是有塞黑人跟一隻狗 我之前也那隻狗 因為他們都很精明查案啊 都有各自的本色 我就每次很好奇跟詢問 就是那個狗的表情 我上次有跟你說 你比那隻狗漂亮很多 哎呀 好 OK 請問我現在起飛 也來個 聊了一下歌 這個戲裡面是演幻覺喔 我從來沒有演過人家的幻覺 是佳葳 就是男性飾演的未婚妻 她就是已經消失了 我覺得其實最困難的東西是 因為這個角色 我的那些言行舉止喔 都是她想像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演了會 有點混亂 哇 所以你還控制嗎 我們踩拍了很多次了 真的啊 對對對 在睡覺的時候踩拍嗎 對對對 因為這個戲裡面就是要想像出來 幻想 就是幻想說 他是這樣 他是那樣的 所以我只是在那邊鼻孔幻想 是 是是 所以真的不簡單 而且我看到你的那個出來就是 突然間 眼神是笑著 然後突然間又變成 好像另外一個表情 然後又抓一抓不到那種 因為他思緒混亂 所以我就照著他的思緒這樣演 所以你會演的時候都是跟空氣演戲 跟空氣演 他演他的我也要玩 是Hollywood的 是Hollywood的style 我好不簡單 好 Tommy大哥 嗨 大家好 在這部戲裡面 你開心能演四幾天喔 好 四集 你是點四集啊 對 幾百零啊 那第二個故事 那如果這個陳大禹啊 戲裡面的名字 能活在一些中國人的年代 我覺得多麼的棒 因為他是能偷取人家的年齡 也就是長生不老 所以 秦始王會特別喜歡他 那 對 那戲裡面呢 我真的播出了戲 這個第二個大禹 因為他可以 只是造型方面 他會困難一點 因為他要搬一個 突破的老人家 然後又搬給眼睛 又等下又變回 七十多歲的老人家 那 當然 所以 這是第二部戲 我做的最大的犧牲 就是被Ocean看我的裹體 剛才你能看到那摩在那個 那個就是我的裹體 我覺得 怎麼樣 你不要摸眼睛 哎呀 他非常開心 對對對 所以呢 這麼大的犧牲 所以大家也多多支持 但是也不錯 之前陸後尾 現在陸前面 所以剛好 你注意我陸前陸 我很注意你 陸肉醬 這次丟男人的臉 哈哈 陸肚男啊 堵 其實男性呢 是很自處的 因為喔 我在這裏面是唯一一個 一大利 啊 沒有啦 一大利也有在裏面 啊 所以 OK 謝謝 謝謝 我是飾演一個 算是野心伯伯的 年輕人 然後剛好 就給我遇到一個 有特異功能的 泰文大哥 然後我就想說 利用他來 爭取一些 自己的利益 這裏面名字 趙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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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已經拍了 那幾個月 所以我是剛剛才想起來 我 我覺得這個戲喔 真的是很另類 因為像剛剛 像你解說的 我們很久沒有這樣的科放片 呃 拍攝的時候 真的是那個造型 是造成有很大的不方便 但是我看了今天的宣傳 我覺得那個效果 真的是可以讓我們的觀眾 有視覺上的享受 所以也是時候有一個這樣的節目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會說 我會說 這件事像《Exiles》 這件事像 有很多 特別的故事 你會看到 很多 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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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進入不同的 操縱 時間 進入 世界 新的 世界 又 你會見 自己面對面 對面 對面 那是 我會看到 在一件事的故事 因為它是一個 一種類的宣傳 所以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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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需要 跟自私 所以 我遇到了 很多場景 都不足 我跟我 我們 有兩個 不同的 一是 很像 你見 她是一样的女人和一样的故事 我认为是可以觉得她是... 因为我会说我会有几个机会 两个角色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她是一样的角色 但是因为她是一样的女人 她仍然是最基本的角色 她是一样的角色 她是一样的一样的角色 她是一样的角色 她是一样的角色 但当时她是害怕 或是在一样的角色 她会变得很舒服 她会变得一样的女人 但她会变得一样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两个角色 因为她是一样的女人 我的角色主角 杨智琪 她是一样的角色 她会变得一样的眼睛 她会变得一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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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她将给上海语 她会变得一样的角色 感觉她会变得一样的角色 我会变得一样的角色 因为我会说尤其是这一年 这一年是很迫的 因为我失去了几个朋友 患病之类的 所以这一年是很悲惨的 我认为这一年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的力量 所以他们不需要离开 我认为这一年是比较多的 你能帮助其他人 我认为这一年是很难看的 我认为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有这样的事 在这一刻 这些人是你做的事 我认为可能有可能 我认为我会像志青 在很多方面我感觉到很迫 我感觉到很迫 也认为在很多种方法我感觉 Zhi Qing是一个人像我 如果您看到这种人内的角色 这种人内的身体是她